如果长期不注意 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呢 比较少见 但是呢确实也是可以见到 这个真菌感染呢 会诱发一些严重的一些皮肤病 比方说单独 单独呢 它会发生你这个有真菌的 这个感染的这个一侧的这个下肢 它会红肿热痛 那么其实是里面的淋巴管发炎了 它淋巴管为什么会发炎呢 激发了溶血腥面球菌的感染呢 起因是因为它有脚血 它有脚血的话呢 它的皮肤处在一个屏障损失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溶血腥面球菌呢 它就容易寝进来发生单独 再比方说蜂窝之炎 皮肤的软组织的感染 这些都有可能由真菌感染而诱发 更严重的可能会发生 刚刚您说的那种 坏死了 我们讲叫坏居了 这个脚坏掉了 要结枝了 确实还是碰得到的 健康小贴士 真菌感染会有发严重的皮肤病 例如发生红肿热痛的情况 就是淋巴管发炎 所以如果得了香港脚 还是要及时治疗 接下来我们要考考观众 知不知道脚气可以通过以下哪一项传染呢 A. 皮单床单 B. 衣物和鞋 C. 皮肤 D. 水 E. 空气 F. 灰尘 我想除了空气和灰尘 是不会传染之外 其他以上所说的途径都有机会 会传染到脚气病 我觉得除了灰尘以外 其他都有可能 你觉得空气有可能传染吗 还有空气 为什么 因为真菌的生长 它应该是在比较湿和潮气 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我觉得教练说的还是对的 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 空气中同样是会有真菌存在的 最简单的 我们广州空气那么潮湿 你的墙上 你家里的墙上会不会生煤呀 那个生煤是不是真菌呢 其实它就是真菌 那么它会不会散布在 我们潮湿的空气中呢 是会的 它是美菌 那么美菌有一部分患者 它也会作为真菌 感染脚上的皮肤 但是大多数是皮肤选菌的感染 所以这道题的真菌答案是 全应该选 灰尘也包括在内吗 应该包括在内 如果买一针是不过意 那么染了一个脚气 被脚气碰过的那些东西 怎么可以消毒呢 其实你可以把鞋子去充分地晒 甚至于你洗完了之后 去刷一刷然后去晒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那么还有一些专业的 抗真菌的 有一些消毒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用来用 药店里面其实有的也有的卖的 另外一个一双鞋子 它即便是有 没有消灭了真菌 你穿了袜子 你的脚很干燥 没有说这个很多的这个 很潮湿的静泽的皮肤在那里 那么你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很健康 不会熬夜呀 不会喝很多的酒 吃很多的辣椒呀 你对真菌的抵抗力好 那么也是可以有效的预防 真菌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个脚弦 其实从内而外的这个注意 是很重要的 那么如果是哪些习惯 从长医生的角度来说 是最容易得脚气的 哪些外习惯 比方说你洗完了脚之后 洗完了澡之后不擦肝 这个是直接的 直接的习惯 那么还有一些间接的习惯 就是像多吃辛辣的东西 熬夜 再有一个呢 这个喝酒 饮酒 饮很多 经常的饮 袜子平时不晒 然后鞋子呢 也不换 下雨呢 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 说下雨你一定要穿双雨鞋 你不要说穿着凉鞋 穿着拖鞋 直接去采那个雨水 你第一天采了雨水 第二天脚选就来了 因为现在空气质量不好嘛 空气质量不好的话 伴随着这个雨水落下来 其实是我们大自然 清理自己的一个过程嘛 他把不好的东西全部都冲刷下来咯 那空气就洁净咯 所以这个雨水肯定是带了很多病原微生物在里面的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广东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光的脚丫在家里面走 我想知道这种生活习惯是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呢 肯定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上 尤其你看现在连接的下雨 地上很潮湿 你擦一下地的话 你不开开抽湿 很久都干不了 那么你家里面晒不到很多的阳光的话 那地上的这个微生物是非常滋生的 还不光光是脚气 有的时候会有蛮虫啊 有蛟虫啊 有其他的东西 那你光着脚走肯定是不健康的 肯定是这样的 喝酒吃辣不换物 耍雨水都有可能会引起脚气感染 尤其是雨水 雨水中的细菌和脏东西很多 广东人喜欢打赤脚在家里走路也不好 容易将满虫、微生物等脏东西 带到皮肤里面 接下来考考大家 以下哪种治疗脚气的肚荒是有效的呢 A. 茶大蒜在环柱 B. 花椒水浸脚 C. 煮黄豆水浸脚 D. 韭菜水浸脚 中医上讲辛辣的东西 它都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 消毒作用 对对对对 所以说像姜啊 葱啊 蒜啊 韭菜都有一些辛辣的味道 那么它在煮水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就把它里面运行的一些对 沙菌那些东西就 可能就释放到水里面去 黄豆都应该得哦 解毒嘛 轻易解毒嘛 是不是 ABCD 是啊 ABCD都得 OK 蒋教授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效呢 我也看过一些中医的书籍 书籍上说是有效果的 但是呢 从这个更深层次 从科研的角度上去讲 它是为什么有效果 可能没有太大的说明 它只是有一个宏观上的说明 或者呢 它有角质过脱作用 或者呢 它有干燥收敛作用 或者呢 它有这个清凉止痒的作用 反正它是有一点作用 那么这个有一点作用呢 有可能会对百姓呢 造成一个误导 说哎 我的角气好了 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 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 已经得到大量的科学验证的药物 又不贵 是吧 然后你买只药膏 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应用 好过你 到菜市场 去爆一大多的韭菜 黄豆 还要爆 还要影响到宿舍里的人 那另外一个呢 我索实知道 茶的时候 我的药膏 是轻轻地敷一层上去 还是要用手 时间地把它搓进去呢 我们擦药的话呢 最好用五卷棉签来擦 不要用手来擦 那么擦的时候呢 你不要说 涂抹上去就好了 其实药不需要擦太厚 薄薄的就好 但是一定要轻轻地揉一揉 帮助它吸收 哦 这个棉签 你沾了你这个药膏的这个 这个前端了 那么你擦了脚了 你想再擦另外一个部位 比方说是脚上的另外一个部位 或者是另外一只脚 或者是手啊 换一个棉签 因为虽然说虽然是在你的这个脚上面 手上面感染的有可能是同一种真菌 不同的 但是也有可能有同时感染几种真菌的可能 哦 就仿着它交叉 交叉感染 对对对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香港脚得了之后 很多人都有些困惑的一样东西就是 如何去洗脚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我已经塗了药膏了 是 沥了水之后 他就很想用很多的简液把它冲洗得很干净 另外也有一种理论就是皮肤是酸碱平衡的 你过多的简液会破坏了皮肤的这种自我保护能力 所以香港脚的人应该怎么样去洗脚 像刚脚的清洗呢 其实你正常洗脚就可以了 但是呢最好呢在家里还是准备一瓶消毒的酒精和五菌的棉签 每天呢早晚擦一擦消消毒 因为这个皮肤像你刚才所讲的 它已经有了破坏了 它的屏障损伤了 那么这个屏障破坏了之后呢 它有可能激发其他的感染 这个还是我们要小心的 另外还有一个我要强调的 为什么说你外涂抗真菌药要涂够疗程呢 因为其实真菌呢 它感染到我们之后 它不仅仅局限在我们皮肤的表层 它会往下面感染 会走到比较深的位置 而我们的皮肤呢 从最下面一层 长到最上面一层 需要28天 那么真菌达不到的真皮以下的位置 皮下组织以下的位置 那么我们来讲呢 我们暂时不考虑 但是上面这一层 它慢慢慢慢长起来的话 你一到两个星期的药物还是需要的 要不然你只是治疗了表浅的真菌 稍微深一点位置的真菌 藏在那个角质层细胞中间的真菌 你是没有杀掉的 是没有杀掉的 所以很快就会再次复发 涂抹药药膏的时候要注意 一定要用棉签 不要直接用手去查 换部位的时候也要换棉签 而且涂药膏要保证涂救疗情 不然容易复发 接下来考考大家 浸药剂可否可以彻底杀死脚气侵菌呢 A.可以 B.不可以 前提就是浸药剂可否 它可行的话 我觉得一定可以吃完精品 拿出来卖, 通常应该可以吧 行, 但我跟你说 我真的试过看到我一个朋友 不行的 为了治疗香港脚, 倒了一些… 它是这样的 那才能说它太严重 整瓶倒下去之后, 再配上水 然后再浸 我看到它浸完之后 整个脚的皮好像变得… 而且它很变得 白了 变得白了 兼合之后会脱皮, 脱得很重要 看上去会比较恐怖的一个角色 其实脱掉了 会不会是蒸菌之后 跟着皮走掉了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 好像有点像蛇换皮那种感觉 刚才你们说的泡脚脱皮的现象 脱皮 这个现象其实我们很多早期治疗 真菌感染的有一些泡脚剂 它是一些角质剥脱剂 就是说把你皮肤最表层的角质层 把它剥脱下来 那剥脱下来之后 大家可能就以为这个真菌就跟着走了 但是把这个角质层剥脱下来 它有几个危害 一个你的角质层本来是保护我们脚上的皮肤的 免受外界的刺激 免受感染的影响 那么这个角质层你把它磨得太薄了 会不会我们的皮肤抵抗力就差了呢 这是一个有可能会造成再次感染 再次感染 你又是反复的泡 你再擦不干净 是吧 那么第二个来讲呢 你剥脱的通常都是表浅的角质层 那么我们角质层这么厚 有这么多层 那么深部的 藏在角质层深部的这个角质层的中间的 这个细胞中间的这个真菌 你没有杀掉哦 没有杀掉的话就等于没有根质哦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适当 泡脚你中药泡脚也好 你是有一些角质波脱剂来泡脚也好 不是不可以 像我们有一些真菌感染的皮肤增厚的很厉害的那些 我们也要用一些像含有低浓度水阳酸的一些角质波脱剂 让它波脱一下然后再杀真菌 效果更好 关键是如何合理的去利用 不要过度 另外一个想彻底治疗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外查抗真菌的药膏 但是很多人都担心 就是查这么多这些药膏 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是 查药膏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 市面上治疗脚气的药物琳琳满目 患者应该如何选择呢 如何分辨含有激素的药物呢 下一节回来 内容更加精彩实用,不要错过 Мне就是我的透白颜美 不怕你近到10厘米 欧莉第四代美白科技 直击黑色素根源 淡发色斑,云亮肤色 挑战10厘米光透白 体验透白奇迹,只要268 欧莉 主乘击破,屈斑,谨肤 美来,医学美肤屈斑 动起来就现在 我们进入现代生活 细菌也在进化 我们面临的健康威胁 也可能越来越多 所以你需要更好的除菌保护 信任新叔父家 迪宝夫家配方 能有效取取变异细菌 给家人带来更周全的健康保护 现代细菌威胁 一个对策 叔父家 守护现代生活 还有泡沫师傅 主层击破 驱斑 前夫 未来 医学 美肤驱斑 共拾骨病 筋骨疼痛 腎虚腰酸 脾胃虚寒 鸿茂约手 每日两答 药酒致病 选红脉 红毛药酒 百年红毛 中华老字号 美来医学美肤驱斑 对症治疗 逐层击破 驱斑 紧肤 恢复肌肤年轻 健康静白 专业医师团队 信心保证 美来医学美容 如果我跌下河 你会不会救我 当然会 要来就来真的 真茶加真柠檬 围桃柠檬茶 要来就来真的 大便干洁 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小 这些都是便秘的症状 经常便秘 请服香丹青 有了香丹青 排便量多了 还不浪费力 香丹青 方便 简单 经常便秘 请服香丹青 有了香丹青 是由芦荷叶 银行果 黄旗 三种草本植物 碎取而成 香丹青 具有润肠通便 美容 和去除黄鹤斑的功能 大便干洁 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小 请服香丹青 草本清长 香丹青 经常便秘 请服香丹青 阿钢 但是很多人都担心 真的擦这个药膏 会不会有副作用 是 通常来讲 外牌药 有一些药物 口服的 它可能要经过肝肾代谢 但是外材药来讲呢 通常来讲副作用是比较小的 一个是透皮吸收到 你体内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少的 而且呢像这个丙心胺类的这个 沙真菌的药物 它的这个也不经过肝脏代谢 它没有这个肝脏的损伤 所以说呢还是比较安全的 非常安全的 配舞禁剂 就是说你跟其他药一起用 它这种配舞的这个禁剂的药物 也比较少 还是比较安全 好了 接下来呢 终于我们今天的健康达人体问题 你看看今天的第一条短片 阿华的大哥又香港脚 时不时就要拗一下脚 又拗脚了 哎呀 这样拗都不是办法的 你好心买一些药膏来查一下吧 你这样拗又不卫生 别人看到又失礼又不好看 阿华和太太 为了让大哥不在家拗脚那么不雅 大家在这里商量 应该买什么药回来查 但是又最好不要买有激素的药物 不如买一支南美书吧 差不多几次 断了一匙就好了 好了好了 试一下吧 买完试一下吧 你不是上次叫我买的药膏 我就买了 这次没买错了 不是这支南美书吗 是呀 这支挺好的 好 去试试吧 是 试试这支看就行了 是这支的 没错了 治疗脚气应该用什么药呢 我觉得其实患者的心态 如果是得了脚气 可能他第一时间不是去看医生 然后问朋友 你脚气 你知道哪支药膏好吗 又或者去药房问一下 脚气的药是什么好呢 是呀 那药房或者朋友就会推介 这种好 那种好 然后用了几次 发觉没有不行 或者更加严重之后 先去找医生 其实在这个选药的过程中 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奖教授 就是说初期如果他真的不看医生 他应该怎么去选择药物呢 在药品的选择上呢 药店里面外用的药五花八门太多了 原产的 仿制的 然后各种各样成分的都有 那么希望我们百姓呢 还是不要被这个药店里这些不专业的这些宣传呢 所误导 那么我临床上曾经碰到过啊 这个患者啊 皮肤真菌感染 是脚选啊 或者是骨选啊 那么他在药店的误导之下呢 他买了一些这个 含有皮脂肋肤激素的药膏啊 来擦 那么擦了之后呢 他这个炎症啊 红啊 痒啊 消得很快 他觉得这个药好 那我再查吧 啊 他查了一段时间 哎 查一查觉得不对 说哎 怎么查一查 他老是来反复 而且面积越来越大呢 来了医院之后呢 一检查 哦 原来是真菌感染 那么像有皮脂肋肤激素的药膏 治疗失诊 皮炎是好的 但是治疗真菌感染 他虽然控制这个 止氧啊 止氧 消炎啊 但是他对杀真菌 可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有可能反而让真菌越长越多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哦 这个含有激素的药膏 是不能用于采脚器的啊 除非是这个病人 他来了之后 他由于这个脚选 他又啊 激发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炎症比较厉害的 我们才会选择联合用药啊 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脚器的话 建议您还是选这个专业的 杀真菌的药物来查 那么下次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的问 药店的那些销售人员 你问他 哪一种是杀真菌的 外查的药膏呢 或者你可以直接问他 有没有蓝莓酥啊 有没有类似的杀真菌的药物呢 那么我想他如果不专业的话呢 他也会按照你的这种导向 去正确的帮你选择药物了 我想知道呢 现在在市面上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药膏呢 哪些药膏它是会有 但有激素 我们不应该用的呢 通常呢 在我们药物的说明书上呢 它会有相关的说明 如果在成分中 百姓发现了 有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松 或者是有什么全奈德 这些呢 一般来讲都是激素药膏 有一些富方的激素药膏 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排斥去应用 但是比较一般的矫选 你还是单纯选 杀真菌的药会好一些 脚气病有没有家族维存事呢 目前来讲呢 没有说相关的研究 基因方面的研究 说它是有这种 家族遗传的这个倾向的 但是临床上来讲呢 它确实有家族遗感性 比方说我的爸爸或者是妈妈 容易得脚气 然后儿子也容易得脚气 它确实在体质上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家族遗感性的 好了 通过第一条短片之后呢 我们都了解了 香港脚其实就不是我们想象中 这样一样 是根本也不好的 有很多时候呢 是大家误解了 是医好了 不注意保护自己 又再次中焦 没错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第二条短片 看看阿华又遇到什么情况 阿华的大哥的脚弦好了 但是现在就变成了手臂线 他照样用之前的药来塗 我们上一次就用来塗脚 这次用来塗手臂线 不太多卫生 你的脚那些是真菌而已 手臂线不一定是真菌 会不会是一些湿毒、湿热的那些 等一下煮点汤喝喝就行不行 吃辣椒多 那你要解释辣椒的东西 当然吃点 新辣椒还不吃辣椒 吃辣椒还不新 鸊炒月毒 那些新辣椒也不好吃 吃辣椒 阿华的老婆就认为 可能是大哥太濕 煮点去湿汤就可以了 我们来听听街坊的意见 清洗清酸,清用药 早吃点辣的 晚上浸一下脚 买一些矮条 又分一下它 可以用张冬景的苦心汤 来浸一下也挺好的 用盐水洗脚 平时出去浸一下脚 平时煮一些去湿汤喝 皮盐就更好 究竟是煮湿去湿好 还是继续用抗生菌的药膏 比较好呢 三位嘉宾,你们先如何看 广东人都是这样 有什么事,濕热、濕毒 煮一些去湿粥就完成了 女人家也认为可以 但我们年轻永远都觉得不行 你觉得怎样才行 我觉得用外敷药 外用药会更好 你说喝东西不太行 对吧 除非吃抗生素 美虹呢 我想应该也是 对,我赞成你的意见 喝东西可能有保健作用 如果有脚气病 如果通过喝去湿汤 我可能觉得应该跟着不了 一定要对症下药 这样才行 我们内服去湿的汤呢 对我改善我们的体质来讲呢 应该还是会有帮助的 因为广东湿热嘛 这个是食疗 是吧 但是呢 你现在呢 是真菌感染 那么真菌感染的话呢 已经是 有这个真菌感染的疾病了 那我们要治疗 这个治疗跟保健 是两个概念 不是所有保健的办法 都能解决治疗的这个问题 配合、辅助是可以的 再有一个呢 你用一支抗真菌的药 身上哪里痒哪里就去擦 这个也是不对的 你还是应该看看医生 有可能不是真菌感染 是其他的问题 其实怎样去判断自己的皮肤 究竟是湿疹 还是真菌感染呢 湿疹呢 通常来讲呢 我们临床上见的特别多的是 对称分布的 比方说我湿疹 我这个手的湿疹 脚的湿疹 或者是身体的湿疹 那么广东人讲是 这个中医讲是湿热 那么我们从西医上角度来讲 是个皮肤的炎症 它的诱发的原因呢 通常来讲可能跟你肌肤的敏感 过敏啊 反复骚抓皮肤产生了炎症 跟这个有关 那么它这个真菌感染来讲呢 从早期发病一般是不对称的 是不对称的 是单侧的脚 单侧的手 那么久了之后 有可能是两脚一手 两脚一手的情况 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初步的判断呢 是可以这样来判断的 那我想知道哈 这个脚气病 其实它是跟脚汗 有密切的关系 那有些人天生 它就是脚汗比较大 有没有一些什么药物 可以令到它这个分泌减少呢 通常来讲的多汗呢 可能跟它缺乏 像B维生素 维生素B1啊 像这个精神过度紧张 神经地质释放的话 有点异常啊 它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休息好 维生素非常的充足 那么适当的来讲 这个时候倒是可以用 我们的中草药去泡泡脚 这个还是有些清凉止氧的 这个作用的 那么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 但真的到了多汗症的话 还是要到医院来治疗的 好了 那么到了我们健康时间 来看看我们的观众 有些什么问题 要问一下我们的蒋医生 蒋医生 我想问一下你 头皮和真菌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大家经常遇到的困扰 我们南方地区非常的潮湿 那么有很多人呢 他就会面临这种 头油啊 头皮啊 这样的困扰 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呢 那么除了头发比较油 是一个原因之外呢 有很多反复有头皮屑的患者呢 头皮上也是有真菌感染的 通常呢 我们临床上呢 经常遇到的是 抗皮包子菌的感染 那么抗皮包子菌 它也是真菌哦 所以说我们适当地 在头发的这个 去油啊 干燥啊 清洁啊 止氧之外呢 抗针菌治疗也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外用药和合理的这个口服药 联合应用呢 也是您治疗头皮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请问一下郑医生 那面有时呢 有一些红斑这样的 有时呢 就脱皮啊 成那些是不是是真菌的现象呢 面部啊 油 红斑 脱屑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应该是到医院来就诊 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有一部分病人 他是直接感染了这种皮肤选菌啊 像红色毛选菌啊 虚选毛选菌啊 确实他就是选 那么也有一部分人呢 因为他皮肤的油啊 他激发感染了 像马辣色菌里的抗皮包子菌 还有呢 就像有一些这个病酸感菌 那么通过医生专业的这个 做真菌的这个检查 培养来确诊 然后呢 来合理的应用治疗 谢谢蒋教授 也都谢谢三位嘉宾的 什么今期节目呢 真的令我们了解了 很多关于脚气病的知识 解开了很多平时的误解 或者是误拘的 没错 最重要就是注意个人的卫生 要多些清洗, 注意干净 千万不要随便穿这些鞋 一次险都不要摸一下 很容易中招 没错, 还要记得千万不要随便斜脚 还有就是多着一些含棉量高的物 还有随时准备着自己的鞋和拔 对于防止脚气病是很有效的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健康百分, 健康生活更纷纷 我们下期同样的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 6月盛夏, 嬌阳切火 稍微不注意就可能会中暑 对于盛夏容易出现的皮革困倦 胃口不好, 甚至头晕发烧等症状 中医有不少好的调理方法 下一期的健康100分 我们请离省中医院的陈妍教授 跟大家讲解中医防止诸葛的知识 内容非常精彩, 欢迎留意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